最近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几件刷屏的大事 一个就是跟海克斯科技相关的 一个就是某品牌的酱油被爆料 在日本和在中国卖不同档次的酱油 今天科技参考我就跟大家说说酱油的事 比如说为什么有些酱油的配料表率有十好几种 有些配料却只有四种 在超市里怎么买到最好品质的酿造酱油呢 简单的说十几种配料的那种酱油肯定是正规产品 尽管不会损坏健康 但那也并不是酱油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那种酱油应该叫做调配酱油 之所以加了这么多 除了希望利用食品添加剂在口味上给人额外的刺激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提高酱油的等级 而超市里要想买到最好品质的酿造酱油 它应该同时具备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配料表里只有水大豆或者是豆粕 还有小麦食盐这四种 第二就是等级质量为特级 当这两条同时满足的时候 它就是最好的 只满足第一点可以算是不错的 但如果只写特级而不满足第一点的话 很可能是通过作弊的手段达到的特级 实际上它属于他生 下面我们具体说说 不得不说绝大部分听众都是没有吃过 刚刚我说的那种顶级酿造酱油的 有两类人是例外的 一个是经常去顶级热料店的人 那里会用到顶级的酿造酱油 还有一种就是对酱油非常有了解的人 他们会特意的按我刚刚说的方法去买 如果只从口味上去分辨 顶级酿造酱油和调配的酱油最大区别就是 有没有酱香味 可能对北方人来说 什么是酱香味还好理解一些 因为他们经常吃到大豆酱 但南方人就想象不到了 如果用科学的方式说 它是由大豆蛋白分解成小片段之后 尤其是分解到比较彻底的阶段 也就是变成了几十种氨基酸之后 那些种类不同 占比不同的氨基酸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那就是酱香了 氨基酸有很多种 味道各有不同 比如说酥氨酸 丝氨酸 甘氨酸 它是以甜味为主的 骨氨酸是以鲜味为主的 这些大家都知道 而组氨酸有一点点肉味跟香甜味 赖氨酸有一点点蛋糕的甜 混合着鲜味 酥氨酸的气味有点像香水 但是吃起来却是苦的 异量氨酸带着臭味 淡氨酸有一股硫磺味等等 当然 我这些形容也是非常粗糙的 它们具体的味道其实还跟浓度有关 比如说稀释了一百倍之后 可能就会从臭味变成香味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一旦大豆中的蛋白质 可以分解得非常的彻底 这一缸子 因为发酵已经变得黑曲曲的大豆酱 其实味道是非常复杂跟奇妙的 那是什么让大豆蛋白分解的呢 主要就是米曲霉菌 为了不让有害菌在大豆上繁殖 往往还要加不少盐 为了方便调味 可以多加一些水 让氨基酸都溶解在里面 这样的调味剂是液体 就可以跟很多类型的食物混合在一起 总之比黄酱要方便多了 这就是最原始的酱油制造原理 所以原料也只有大豆水小麦盐 对这样的酱油怎么看好坏呢 首先是看大豆蛋白分解的彻底不彻底 如果彻底的话 会有更多的氨基酸溶解在水里 那个汁水的味道就会非常浓 怎么才能分解的彻底呢 其实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时间久 有的酱油甚至会用两年的时间酿造 细菌吃的多 反复的吃排泄出来的就是一些氨基酸了 其次就是怎么盛出来 我们今天调酱油 其实还有一种效法 叫做什么什么抽 抽呢 其实是把酱油抽取出来的过程 方法就是用管子 从酱油缸里头 把表层以下酱油渣以上的液体抽上来 酱油不是倒出来的 为什么呢 你只要见过古法酿造的酱油厂 就知道啊 那个厂子里的味道是非常浓重的 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 每个酱缸上都敞着盖子 酱缸水面上还漂着不少脏东西 长毛还有苍蝇 倒的话 很多恶心的东西就都倒出来了 所以要用抽的方法 把中间层的液体抽出来 而发酵用的料 其实在抽完第一次之后 还是能继续用的 还没有完全溶解的氨基酸 在底下的豆渣里呢 抽完第一次之后 加盐水 还可以再发酵一小段段时间 抽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发酵时间久 而且是头抽的酱油 是味道最浓最好的 如果从科学角度去测量 就是看液体里的氨基酸的含量 但测肯定不是测各种氨基酸的含量 那种检测的成本太高了 简单测就是测氨基酸钛蛋有多少 这类的蛋多就约等于发酵的越彻底 往往发酵两年的 肯定比发酵半年的要多得多 以上就是优质酿造酱油的原始制造方法 今天的食品工业 虽然已经进化了很多 但对于酱油来说 改进也依然是对温度控制的更精准 对军群的控制更严格 更加安全跟卫生 原理上并没有太大的修正 比如说日本的硅甲腕酱油市占率 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 但依然在使用这种方法 不只是在日本韩国 在欧美买酱油 大半也都是这个牌子的 酱油的另外一半市场 主要集中在中国 中国制造酱油的方法 跟我刚刚说的方法差异很大 下面咱们来仔细看看中国的酱油 简单的说 起码在2000年之前 中国的酱油99%都是调配的酱油 而不是酿造的酱油 调配的意思就是 最近网上比较火的那个词 海克斯科技 中国酱油主要是两种味道 咸跟鲜 鲜呢并不来自于大豆的发酵 主要来自于后续添加的古氨酸钠 也就是额外添加的味精 咸呢主要就是靠加盐了 而真正酿造的酱油 一般讲究酱醇咸鲜甜 后来可以通过添加折糖来增加甜味 但折糖也不便宜 后来折糖又被改为 用另外一种甜度式折糖600倍的甜味剂 三氯折糖来代替 这样实现甜味的成本还可以大幅加降 2000年之后 酱油的款式变得更多了 比如说蒸豆豉油 红烧酱油等等 它们跟普通的酱油区别在于 又多加了一些调味剂 比如说五品橙味和干酸二纳 五品干鸡酸二纳 这两种东西与味精一起用 能大幅的增加鲜味 还会加酵母提取物 还有各种各样的增香剂 为了让酱油的颜色变得深一些 会加焦糖色素 为了让酱油浓稠一些 会加一些果铺糖浆 那么加了这么多 酱油的根 大豆在哪呢 大豆有的时候 是通过在刚刚那些液体里 在兑一些 由麸皮豆粕制造的 短瓶块酱油来实现的 用豆粕制造 跟用大豆制造 是有区别的 豆粕是什么呢 它是大豆压榨出油之后 剩的渣子 尽管在后来的 微生物研究中发现 豆粕并不直接参与 米曲霉菌的发酵 但是它会和发酵产生的酸 生成脂类物质 这是酱油出现 醇厚味道的关键 而麸皮也是从 烘焙小麦减配而得到的配料 烘焙小麦里的麦芽分 含量是麸皮的几十倍 只用麸皮的话 就没有什么香味了 但用豆粕加麸皮 做出来的短瓶块酱油 终于还是跟大豆 有那么一点关系 而这个短瓶块酱油呢 也并不是按照 传统方式酿造的 传统方式靠的是 米曲霉菌 慢慢的啃食大豆 跟里面的面粉 来慢慢发酵的 而短瓶块酱油中的 大豆蛋白 是靠添加盐酸 把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的 盐酸的作用 远比微生物快得多 所以微生物需要一年多 才能出现的效果 盐酸需要三到七天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是 1958年苏联专家 给中国的建议 可能是因为苏联专家 几乎从不吃大豆酱油的缘故 当中国人开始 照此方法生产之后 发现这种方法 出品的酱油有一股浇糊味 炒菜的时候放 还不如不放 所以后续又根据大致的方法 自己调整了一下 起码先把浇糊的味去掉 这种改进之后的方法 叫做低盐固态发酵法 多少呢 让大豆蛋白 自己发酵的时间长了一点 达到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过用盐酸处理的调料 这听着就有点让人不放心 是的 因为大豆里的豆油水解之后 会产生甘油 甘油会和盐酸反应 生成单滤饼二醇 这是一种致癌物 只要使用盐酸处理 就不可避免会生成 所以国标中 也不是要求这个物质 在酱油中必须为零 而是只要低于 0.02毫克每公斤就可以了 中国在2000年之前的酱油 普遍都是用低盐固态发酵法生产的 最近20年有所改进 起码大超市里 能买到的那些酱油 大约有一半 已经不使用这种方法了 而是采用了跟日本类似的流程 只不过发酵的时间还是短的多 一般只有三到六个月 在酱油等级的国家标准出现之后 又出现了一股新的风气 就是靠后往里加的东西 来提高检测的分数 你不是检测氨基酸钛吗 那么我就往成品里加味精 味精就可以大幅提高这个氮的成绩 你不是检测蛋白质加多钛 加氨基酸的总量吗 也就是全氮这个数吗 那么我就额外的往里加一些酵母提取物 既然你只检测这些项目 我把那些合法的添加剂用上 得满分不就可以了吗 这就要说到我开头说的了 为什么挑顶级酿造酱油的时候 需要同时满足那两个条件呢 一个是原料只有那四样 一个是分级为特级呢 因为如果不要求第一条的话 特级其实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搞定的 它检测哪种成分 只要额外的补齐就可以了 当然这些酱油也依然是符合食品标准的 最后我们说说 为什么某品牌的酱油在日本卖 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而在中国卖的酱油有那么多的添加剂 原因是 它在日本别说卖一大堆添加剂的调配酱油了 它就算卖什么添加剂都没有的 酿造酱油都没有什么人买 因为日本自古以来 都是全球酱油水平的巅峰 你用什么理由去说服日本人 不买那些在牛顿出生之前 就开卖的硅甲腕盘酱油 而买一些他都没有听说过的牌子呢 某品牌的酱油在日本主要消费者就是日本华人 而日本华人也是很容易吃到好酱油的 如果你卖给他们的是配置酱油 那最后可能连华人都不买了 所以不要说某品牌了 国内一万三千家酱油厂商 只要是出口的 没有其他选择 必须只能卖没有添加剂的酿造酱油 而中国市场里 根本没有什么人吃过酿造时间超过一年以上的那种酱油 一个酱油厂商活下去 乃至大赚特赚的必胜法门 主要是在广告营销上 某些厂商如果认不清这个现实 投铁去酿那种一年多才能出厂的酱油 确实更道德一些 但用不了两年就会撑不下去 被赚到钱的酱油厂商收购 由微生物参与制作的食品 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 比如时不时被人提起的凝胶老酸奶 还有前一阵315晚会爆出的老坛酸菜 还有被爆料更多的臭豆腐 和我春节达意时提到的白酒 更有今天还没有刷屏事件出现的各种醋 豆豉泡菜 有必要的话 我会在节目中一一的补充 好 这就是本期的科技参考 我是索克 咱们明天再见